这女人的手上长了一个大肿瘤 由于太过沉重 手指都无法活动 女人说小时候为了不被嘲笑 她总是将手藏在雨伞后面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肿瘤越来越大 手再也藏不住了 她只希望有一天能够和正常人一样 40年前她曾做过手术 但没有成功 如今她又将所有希望寄托于明天的手术 在去医院的路上女人百感交集 那么手术会成功吗 主导医生也是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所有人都在交集的忙碌着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肿瘤最终被成功切除 而接下来就是直皮的过程 医生说这个操作非常困难 必须先将静脉和动脉连接在一起 直皮开始了 节目组被请到了手术室外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手术室的门终于被打开 主导医生宣布手术成功 女人被推到病房观察 看她的样子开心极了 经过几个月的恢复 她的手已经接近正常 女人喜极而泣 半年后节目组来到她家 我们发现她的手已经是正常大小 还可以戴上橡胶手套做泡菜 一般的家务活也都能干 女人说 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